我們再次回到我們獨立在線的單元 今天獨立在線單元要跟公民行動營記錄資料庫的 娟如一起來討論台灣重要的社會運動的消息 娟如你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要告訴我們什麼樣重要的社會運動的訊息呢 之前常常跟大家有講到這個官場工人案 就是老闆跑掉那也不付勞工資遣分跟退休金嘛 那這接下來跟大家講是教育界呢 其實也出現了大學的官場案 位在這個屏東的高鳳數位內容學院這所學校 是台灣技職教育中最新成立的一所技術學院 可是因為這個少子化的衝擊呢 在今年2月14號呢教育部就宣布他們倉促的來停辦 成為台灣第一間停辦的這個大專院校 但是呢這個高鳳的教職員呢 有出現很大問題 他們一共呢被這個校方欠薪 還有減薪等等喔 總共積欠是4500萬 那學生的受教權不用說也是大受影響 比如說像在轉學安置或是 轉到別的學校的學分換算呢 都跳票喔 那這個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在4月中的時候呢 就有開了一個記者會來 告訴大家說教育部在這個高峰退場的案例上面呢 至少有六大的瑕疵跟缺失 那待會再跟朋友來一一的說明 對的確我們可以看到高峰的這個退場喔 其實他不是一個單純的經營不善的問題 當然他的財務狀況是有一些問題喔 那不過我想可能要請Jana再跟我們仔細的分析跟 介紹一下這個所謂的高峰的退場 他的前因後果到底是怎麼樣 先跟大家說第一個高教工會指出 教育部的第一個瑕疵就是教育部喔 他有有輔導跟沒有輔導好像都一樣喔 其實在這個高峰出現這個經營狀況 可能有危機的時候呢 教育部在4年前就有介入 那這個高教工會的秘書長陳正亮有提到 教育部其實一開始明明知道這個 其實從1998年起台灣的人口結構就有出現變化 也就是這個少子化的危機開始出現 可是呢這個高峰數位內容學院還是准許他在2004年的時候就設立 其實非常的晚 2004年就是在10年前喔 那高峰在成立5年之後 其實就已經對這個教職員減刑非常的誇張 那在去年2013年5月開始 教職員老師們或這些職員只拿到1萬塊 那我們說到過了10年 2014年到今年2014年 高峰是最晚成立 可是就變成一個最早停辦的大專院校 所以教育部雖然在4年前有介入輔導 可是過程當中其實可以說是任由這個高峰 自生自滅 這其實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 就是明明在這個高峰成立之前就已經 教育部就已經提出所謂的少子化的警訊 而在這面臨到少子化警訊的時候 還是讓高峰來成立 但是他們其實也知道高峰在財務上面 恐怕也都很難去支應一個大學的 這個所謂的長期的經營喔 那但是還是這樣子讓高峰成立 我覺得這是根本上面一個責任的問題喔 那當然這個失效的倒閉 或者失效的這種所謂的一個官場喔 那難道沒有相關的法令去規範嗎 其實這個高教官會提出的第二個瑕疵 就是教育部呢他來不依失效法來有所作為喔 高峰董事會呢其實運作不當 那教育部呢其實可以依這個失效法當中 可以申請解散董事會 可是這個教育部記職司長李彥怡呢 他卻說根據失效法 我們是完全無法處理這些 4500萬就是這些老師們的欠檢性問題 沒有辦法處理喔 那這個是非常嚴重的問題 那另外呢高教官會還提出了第三個 跟第四個瑕疵就是呢 其實這整個過程都讓高峰師生非常的茫然 不知道怎麼應對喔 那教育部完全對這些被迫離職的教職員呢 其實是不聞不問 但是教育部他有這個回應說 他們可能有轉介一些輔導資料 或是就近這個學校有跟他們洽談 那洽談之後 他可能要請老師們自己去再跟校方談等等 可是因為這個高峰其實是 我們剛剛提到是2月14號停辦嘛 可是再過10天其實就是 全國的學校這個開學的時候 所以有些原本是在高峰是專任的老師 被迫離職之後 你要你要他到其他學校 學校已經安排好課程或安排好師資 怎麼可能還應徵的到 所以可能只找得到 兼任的職缺或是 其實也完全找不到工作 那 專任變兼任這個薪水可能只變成到 三分之一左右 這非常少 那有些是完全找不到工作或是被迫來轉換職場 這其實是一個在整個高等教育當中 一個讓大家覺得非常難過的事情 這難過的事情 其實一方面是因為這個教育部 整個政策上面 這並沒有做一個很好的因應 而且另外一部分在 放任這個高校 這個所謂的私校的董事會 在這種所謂自意妄為 而且他並沒有去做好 所謂的這個轉職 或是輔導的 這樣一個工作 那其實基本上來 基本上來講 就把整個 責任都是推掉的 那這個學生的狀況又怎麼樣呢 我們可以說教育部其實完全不尊重學生的受教權 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就要開學了 可是已經選擇這個高峰是停辦 那其實學生們選擇轉學的時間只有10天 那轉學之後呢 學生的這個學分換算 居然完全不被新的學校 給承認 這可以說是 可能教育部或是高峰校方 並沒有跟其他 或是你後續轉學的那個 中間的轉介完全沒有做好 導致有一些高峰的大四生 可能原本可以修購學分 那他已經可以畢業 可是轉學之後 學分 可能在其他學校覺得說 你這樣不夠喔 你還要重來 那學生 高峰這個轉學的這些學生 求助無門 他們找誰都不 其實也有這個 發文給教育部 教育部可能也 回了一些很制式的公文 這些學生 只好找這個已經離職的高峰的老師來幫忙 那這個高教公會的記者會上面呢 有一些不願 不願意露面 可是只願意用電話來說明的這些高峰的老師 他說呢 轉介他校的學生 其實還被 被其他學校給看清 或是有歧視的狀況 認為說這個倒閉來的這個高峰學生 數字都不太好 所以這個 我覺得學生受教權問題是非常的 影響非常的大 我覺得這個不只是在受教權 甚至連整個身心的狀況 對學生來講都是一個很大的傷害喔 那其實我必須要說的是說 教育部很清楚 很早就知道有這個少子的話 也不斷的在預告 這個會退場 但是我們看到 這個所謂的高峰的 這個所謂的退場的這種狀況 其實不管是從老師 或是從學生的角度 甚至從家長 或是從社會大眾的角度來講 我覺得都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傷害喔 那這個教育部對他來講 他是一個好的示範嗎 或是說教育部他其實 要怎麼樣去做了一個更好的 退場的機制 如果真的必須要退場的話 其實高雍會提出這個 最後的瑕疵就是教育部完全的拒絕負責 他可能 有說他有介入輔導 我們剛剛有講到 可是這個輔導過程是 簡直是任他們自生自滅啦 那這個高教工會認為 這根本就不是退場的一個示範案例 如果這個是示範案例 那真的非常的糟糕 而且我們知道可能還會有其他私校 還會面臨這個退場的狀況 所以這個 剛剛提到的 教育部記職師長李彥怡呢 他在這個 在這個停辦之前有跟這個高峰教職員座談 他居然對這個教師的安置問題 就是其他轉職問題 居然說 這個是雇主的事 就是雇主跟你們老師的事 那雇主應該要自己關心 你們自己的安置問題 不是教育部的事情 所以呢 要教職員來找出 有沒有法 這個教育部有沒有任何一個法條 是我必須要安置你的 沒有嘛 所以 甚至就放任這個校方積欠 總共4500萬 而且這個教育部是拒絕待位求償 所以說這個是官場案是完全不為過的 我想每一個老師跟學校的這種所謂的聘約 聘僱的關係 絕對不是只有學校跟老師之間 事實上每一個的講師證 甚至每一個的審核 都必須要經過教育部 所以教育部其實根本就沒有辦法去推卸 這個責任 因為他本來就是在這個聘僱制度裡面的 非常重要的 一個環節 如果教育部沒有辦法同意的話 不認可的話 我想這也沒辦法去真的做到 所謂的聘僱 不過我想最後必須要談一個非常重要的這些大學的官場的 這樣的一個結果到底是什麼 除了我們剛剛不斷強調 這個所謂的受教權 或者是老師的工作權 或是家長 其實看到很多家長 含辛茹苦的去 培養一個小孩 讓他有一個大學功夫 去就讀 但是其實 突然間這個學校就倒閉了 那他可能面臨到一個不知道該怎麼辦的窘境 但是我覺得一個更大的一個問題 就是整個高等教育的一個 不確定性會讓 讓這個國家的民眾對教育基本上完全喪失信心 對這個政府更是喪失信心 而且我覺得要特別注意的一件事情 這種季質大學你會發現 開始倒閉 而且倒閉的這個大學都是從偏鄉開始 像永達技術學院 他也已經開始停招了 對沒有錯 他就會從這個所謂的偏鄉開始 然後其實你會發現 很多的私立的季質大學 他其實最主要的學生都是在當地的 這些學生 換句話說 這個私校在這個偏遠的這個季質大學 一旦這個倒閉之後 當地學生他可能就要必須要跋山涉水 他必須要長途的跋涉 他必須要到台 台北或是到其他都市 才能夠有讀書的這個機會 而且變成流浪私生的一個狀況 對而且其實會加重很多家庭上面的 經濟的負擔 這個承鄉的差距 貧富的差距 絕對會是越來越明顯 我覺得這是一個必須要 特別要去關注的一個議題 今天非常謝謝娟儒來接受我們的訪問 我們下次再請封閉行動影記錄資料庫的朋友 來跟我們一起分享 謝謝娟儒謝謝 謝謝下次見 拜拜 到底這個爛探子何時才能了結 這根本是一個非常荒唐的事情 各位聽眾大家好 歡迎收聽燦爛時光 我是主持人怡秀 這裡是獨立在線 首先讓我們一起來關心 反核私議題相關事件 4月30號下午 林毅雄發表聲明 結束曆18天的禁食行動 晚間6點半 全國廢核行動平台也宣布將離開凱道 廢核平台表示 林毅雄的禁食燃起遍地烽火的公民行動 迫使政府做出核四暫時停工的決議 對於運動有催化的效果 因此 與其說林毅雄綁架了廢核團體 不如說是綁架了政治 廢核平台並表示 未來將持續要求政府落實停工決議 以及老舊核電廠不得研議等訴求 另外也將檢視 將一化核四一號機不施工 只安檢 安檢後封存 二號機全部停工的說法 究竟能夠落實多少 如果後續有不符合承諾的進展 廢核團體一定會有所動作 絕對不會客氣 接著讓我們一起來關心 公投法修法議題相關抗議事件 4月19號 反核團體持續施壓 號召民眾從凱道出發 進走繞行立院 呼籲立法院在本會期前 完成公民投票法修法 全國廢核行動平台也公布了 民間版的修法原則 提出大幅降低提案 連署與效力門檻 以及廢除公投審議委員會等主張 中原大學財經法律學系副教授 徐偉群也表示 目前公投法實際上是妨礙公民投票的法律 存在許多阻止直接民權行使的障礙 地球公民基金會的蔡忠岳強調 福島核災後 歷年廢核遊行參與人數超過50萬人 然而現行代議政治卻未有效回應民意 因此需要透過公投行使直接民權 另外 他也表示 現行公投法允許提案人以操作命題的方式影響投票結果 導致直接民權無法伸張 因此因先立法 避免因為門檻命題的操作影響公投結果 最後是破爆停灘 力暴轉型後續相關抗議事件 4月30號下午 世新大學學生權益行動小組 在校內召開記者會 上演行動劇 指控董事會自一而為 獨裁專制 諷刺董事黑箱會議 殘害教育公共性 傷害大學精神 世新大學附屬機構破爆力暴 無欲謹遭世新董事會大幅刪減預算 使破爆被迫停刊 力暴也公告停刊4個月 然後轉型 並將刪除勞工性別族群等專版 對此 學權小組提出世新大學校務 及台灣力暴社務的走向和發展 應由學生 教職員工以及報社的受僱者 共同參與決策和監督 取代董事會的獨裁專制 以上新聞是由 陳怡秀編輯播報 感謝您的收聽 請問